今天這位大家平安 很高興 高高在我們讀聖經名秀上帝祝福的時候 今天要跟我們大家做的分享的 就是亞蘇基督 十二教的救恩 我們知道在聖經論記載 亞蘇給人頂十二教 十二教是一個當時羅馬時代的事情 總是亞蘇的十二教已經變成營養的十二教 我們知道上帝創造這個世界 要讓人過得幸福快樂的生活 為什麼親愛有這麼多苦難 如果這樣人還想要用辦法來解決一切的苦難 人同過學問 同過生命拜拜 總是都沒辦法解決人 是在做的中間的問題 因為這樣人還沒辦法在到幸福很快樂 雖然知道聖經說 做的代價就是死 所以亞蘇為什麼要來到在世間 又為了人類頂十一教 生十一教就是人類的作 在當中在亞蘇一種信仇 亞蘇就是上帝救恩 收縮在人類的中間 讓人可以靠到亞蘇基督的救恩 保貴的審命 就讓人可以在上帝好好的關係 所以我們可以向過亞蘇基督 我們跟上帝有一個好好的關係 所以我們在基督的中間 在最后我們都要說 向亞蘇基督的生命 用這樣來看 亞蘇基督的審命 所帶來審命 審命 就是要讓人類在世世代代 中間享受真久 審命 營養的祝福 所以有很多人 就深入教 掛在暗館的地方 我們看到說 哇 這很漂亮 其實在背後 有代表 一個很重要信用的意義 就是上帝 聽世間人 正信之中 你的特色 性格相遜 就是 接著亞蘇基督的痛 使命的保護 和救恩 讓我們可以 開學到上帝好好的關係 那你只會 發情以後 你也可以享受到這種的福氣 這種的平安 才到亞蘇基督的痛 完全歡迎你 來到在 新年教育的中間 可以帶到對亞蘇來的祝福 在你和你的家庭內裡 帶到亞蘇基督的痛 帶到你和人的關係的中間 亞蘇基督的思維家 就是帶給人和人的中間 這就好看 讓人和上帝 這就好看 這就好看 明天